你入圍新人嗎 對 男配角 是男配角 對 我是新人 哇 新人配角 節目錄到一半 攝影棚突然傳出驚呼聲 曾國成首次以電影 小燕與吳艾莉入圍金馬 最佳男配角獎 這次的就是沒有血緣關係 從他順利的 給他 給他 孤兒院 曾國成一改搞笑形象 誓言反派 如今獲得金馬入圍肯定 表示自己真的很喜歡演戲 踏入演藝圈30年 每年都會堅持回到劇場 誰讓自己獲得更多 觀察角色的機會 另外男性張震 則是憑藉儆 第五度入圍金馬最佳男主角 有人看到長相嗎 張震在余儆中 飾演偵查小隊長 並將角色演活 他也說很高興 能再次入圍 這也是人生的 另一個里程碑 更是最好的肯定 非常感謝大家 對自己表演的認可 同樣入圍大獎的 還有吳君如 以我談的那場戀愛 角逐第二座金馬影后 你覺得是真嗎 愛情 你信不是真 鬼為21年 再度拿到金馬門票 吳君如自稱 真的是老淚縱橫 以經濟拿金馬獎 已經21年 再度入圍 激動得好像心臟病發 也說一定會 準時參加頒獎典禮 至於金馬大贏家 鬼才知道 張荣蓉則是入圍 最佳女配角獎 荣蓉本來就是 很好的演員 之前也曾經多次 提名過金馬獎的 最佳女主角 但這次呢 她雖然 如果我們把女主角 視為是這個王靖 所扮演的同學之外 這個作為王靖的老師 可以這麼講 這個凱薩林這個角色 其實在影片裡面 其實展現了這個 非常驚人的霸氣這樣 不過其實原本片商 是為張荣蓉 報名最佳女主角 對於提名的獎項異動 金馬表示 評審可以調整提名項目 覺得張荣蓉 放到女配角 比較有競爭力 雖然不是入圍女主角 但張荣蓉也透露 非常開心 非常榮幸 也為自己的電影作品 感到非常驕傲 能夠入圍 以示莫大殊榮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字幕志願